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百吧 先生 我们已经尽力了 好 骆驾恒 骆驾恒你不会死的对不对 骆驾恒 骆驾恒你不要死好不好 骆驾恒 骆驾恒我求求你 骆驾恒 你不会死是不是 骆驾恒 骆驾恒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啊 你能 替我去守护他们吗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地照顾他们 别担心 好 我知道了 下远心要走了 你的心 永远在 骆驾恒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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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医生 他没死医生 医生快过来 他没死医生 骆驾恒 向 Ferrari 急医生 荷 local 这眼 Dominum 我们现在邂逅了 去帮 intermitt �子 бр Ogeng 不乃 让 Eighth 彰 来 但是他苏醒的原因 起码在医学层面 我们还不得而知 医生 谢谢你 太好了 谢谢你医生 谢谢 谢谢 我们也要谢谢 你们对医护工作的理解 阿姨 罗太太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不 我要等迦恒醒过来 阿姨 等迦恒醒过来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嘉宏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那家椰椒饭 嘉宏 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那家椰椒饭 夏帕 我愿变成一颗航星 我愿变成一颗航星 守护海底的蜂蜜 搖搖微光 与我同行 盛开在黎明 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别停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为了惩罚你 我决定让你每天都唱歌给我听 好啊 红色代表你 蓝色代表长风靡 白色夏远兴 灰色 灰色代表我 晓晓 我想一辈子守护你 爱你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是不是故意的 趁着你刚痊愈给我来这一处 是不是怕我拒绝你的 走 带你回家 回家 回家喽 妈 这给你吃 谢谢 这个给你吃 妈 我已经向笑笑求婚了 我想办一个小型的婚礼 请几个朋友来参加就可以了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呀 还知道回来告诉我一声呢 阿姨 嘉恒第一时间就带我回来看你 她很尊敬您 也很爱您的 那当然了 那你呢 做我们骆家的媳妇 第一点呢 就要灌夫姓 你做得到吗 我 妈 于笑笑就是于笑笑 为什么要跟我的姓 我不想让她受这委屈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请问 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 家恒 你做得很好 看你替他出头 把他的快乐视为你自己的快乐 你肯定是个好丈夫 这一点呢 你比你爸强多了 妈觉得很欣慰 爸走得早 这些年 您辛苦了 看到你姐和你都这么优秀 妈觉得这一切 都是值得的 说到你姐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在她去重庆之前呢 非要我签一份协议书 她说 她不想 染指洛家一分财产 最后我当然是把协议书给撕了 虽然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儿 可是我一直呢 都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现在我们洛家债务危机 现在我们洛家债务危机 我让你姐帮你筹备婚礼 这个给你 这是 这是 这是洛家祖传的戒指 我结婚的时候呢 是奶奶给我的 现在 我把她送给于笑笑了 那你自己给她吧 她会更开心的 你不懂吧 你亲自交给她吧 女人喜欢的就是惊喜 如果她要幸福 她会更自然的 她是想太好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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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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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老婆 我们的女儿 晓晓 长大了 她眼看着 要嫁人了 我 我是多么希望 你能看到她的这一天 请进 哥 什么呀 搞得神神秘秘的 打开看看 这是 妈妈的婚纱 这不会是你偷偷拿来的吧 爸爸让我拿来的 在妈去世的早 小时候你还没有桌子梗 天天哭着喊着 要妈妈 妈妈 我就带你去看她跟爸爸的结婚照 后来等你长大了 你说等我结婚了 你也要穿这么好看的婚纱 像妈妈一样美 你还记得吗 你说如果爸爸不同意 你就让我帮你把妈妈的婚纱给偷出来 我当然记得 所以 爸爸同意了吗 他 不生我气了 爸爸是不想你跟他一样 到最后 独自承受失去二人的痛苦 但他也知道 如果不同意你跟佳恒在一起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 你都是不开心的 你是他的女儿 他希望你开心快乐 谢谢你 二哥 还有爸 妈妈要是知道今天你能穿上 她的婚纱 应该也很欠慰吧 赶紧换上啊 哥还没见你穿妈的婚纱是什么样子的 快点 今天你把这婚纱换上 那一定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赶紧换上 换上啊 那你还不赶紧出去 画上 这个灰色好像不太合适 这个深红色跟你的西装很配 就她啦 姐 你越来越像妈了 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看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小孩 来 看看我们洛家的帅小伙 怎么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想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好 什么时候 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结婚 这一天 我等很久了 对不起啊 姐 都是我不懂事 又太倔强了 才让你受了委屈 我又何尝不适 也常常会想起 我们小时候 在一起的那些 美好回忆 是啊 小时候 你可是一直要跟在我身后 我去图书馆 你就要去图书馆 我要去海洋馆 你可是缠着我 非得带你去海洋馆看海豚 连我跟姐妹聚会 你都要缠着一起去的 谁 谁叫妈老是那么忙啊 我一个人 你不照顾我 谁照顾我 不过我记得一开始 去海洋馆的时候 是你自己 非得拉着我陪你去的 好好好 是我 非得拉你去看海豚的 现在挺好的 你身边 你身边 终于有一个 能永远陪你去看海豚的女孩 我们三个人 可以一起去啊 我才不要去跟你们当电灯泡呢 你永远都是我的嫁人 有你这个弟弟 有你这个弟弟 我很知足了 姐 我听妈妈说 你去重庆之前 签了协议 放弃了继承的权力 你 为什么 因为爱呀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钱不重要 对了 我把恒星的账号买回来了 以后呢 你可以用它去守护 你想守护的人 把它当作结婚礼物 送给你了 谢谢你 姐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准备好了吗 结婚誓辞 放心吧 早就准备好了 我听说 有个叫潘伯瑞的 他不是骆家行兄弟吗 他怎么没来啊 我可听骆家行说了啊 我可听骆家行说了啊 上学的时候追了你好几年 最后还变成花花公子了 因为你拒绝他了 对啊 他爸在非洲开了个大项目 过去帮忙了 脱不开身 怎么 吃醋了 没有 没有是吧 是有那么一点点点点 你过来 你过来 我愿意 你这么会演 你怎么不跟余薇排练去啊 你 等等 今天是笑笑和佳恒的婚宇 我可不想住院啊 多抢人家风头啊 适可而止啊 适可而止 对啊 我扔你 适可而止 站住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我愿变成一颗狠心 守护海底的蜂蜜 It's my dream It's magic 找了你的心 Tune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 穿过人海 跌地下来 趁现在还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深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 你要是敢欺负笑笑 小心我对你 不客气 放心吧 今天 我们汇聚在这里 为了于笑笑和骆家衡 一对新人的婚礼 在这神圣的时刻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 骆家衡 你愿意接受于笑笑成为你未来的合法妻子 并承诺从今以后永远爱她 尊敬她 至死不渝 我愿意 你愿意接受骆家衡成为你未来的合法丈夫 从今以后始终爱她 尊敬她 至死不渝 我愿意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讲 小笑 一直说 我的生命 也许只剩下十年 我想说的是 即使我只剩下 三千六百五十天 我都要用每一天 去爱你 保护你 呵护你 照顾你 让你的每一天 都像你的名字一样 充满着微笑 于笑笑 我爱你 家恒 本来 我有好多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 但是现在 我想对你说 谢谢你 谢谢你 愿意成为我的丈夫 骆家恒 我爱你 我跟你说啊 家恒以后要是受欺负了 我可找你算账 关我什么事啊 去找我妹妹 她现在可不是你妹妹 她是我弟媳妇 那我是你什么人啊 请你们彼此 交换戒指 交换戒指 多么 没回忆 你们可以亲吻对方了 我们结婚了 可我 不 天下 我 不能 我 不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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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不 你就說吧 神神秘秘的 這個祝福我要送給你 給我 我希望你跟風明能永遠在一起 要一直這麼開心下去 那我可要好好努力努力了 那你可要好好表現啊 笑笑 要不我再給你拿一束 你把它送給 今天可是佳衡的婚禮 差不多得了 別得罪堅持了 不要手捧花也可以 但我有個要求 你還提上要求了 說吧 我也要看海豚表演 什麼要求嘛 什麼要求嘛 好 下次我們去的時候 一定把你也帶上 姐 笑笑 隱西 風明 不如我們一起 把眼前這些氣球 都放飛了吧 好啊 走 走 走 準備好了嗎 一二三 三 三 賣高人海 月地下來 趁現在還有期待 会不会我们的爱 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 每当你向我走来 告诉我星辰大海